Hello 大家好 我是湾区智慧的阿强 我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高负离子的度假区 这里就是我们的邵兴曼达国家度假区 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曼达山水间 而且我们这个位置正正在我们的鼎湖山站旁边 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鼎湖山站 我们的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 而且这里全部都是道交通来的 我现在先带大家进去看看我们的售楼中心 现在我们一路走过来 就是我们进去我们的售楼中心的一个 两边都是我们竹林的一个走廊 大家看到这里的环境是很优美的 而且空气非常清新的 镜头也可以转到那边看看我们的绿化 其实我们也是在进去售楼中心的一个路段里面 你看到我们周边这个山水布局是很美观 现在我们就在售楼中心的大蒙前了 你看一看我们的绿化中心 现在这里环境不错 足够宏观 其实这里初时如果你们不是感觉到 它是绿化中心 还以为是一个互展 除了它这座建筑以外 你看一看它周边和我们的外围的环境 是很美的 这个广场呢 很适合我们真的在这里 注足在这里 留守在这里 好了 现在我就来到我们的销售中心的楼门口 我就请到阿芬姐和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介绍 Hello 你好 你好 这位就是我今天特邀的销售阿芬姐 Hello 大家好 我姓梁 叫梁仁芬 是绍兴曼达国家度假区的事业经理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的整体一个规划 这边请 好 麻烦 这里很大 是啊 是不是很心动呢 有钱都想去买 有钱都想去太空买 你真是真是真是 后期可以介绍多些朋友 一定的 一定的 这个这么高负联储的度假区 是啊 OK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的一个整体规划 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邵兴曼达国家度假区 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曼达轻心打造的一个头号一号项目 集合了我们曼达所有的资源品牌 和我们一些创新科技在里面的 在全国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开发了二十多座一个文理项目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规模最大的 液态是最丰富 体验感最强的一个项目 那整体项目的一个地理位置是非常之美的 是我们城市一个核心位置 那再讲回我们这个交通的话呢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呢 周边的话是有一条黄金水道 两条高铁 七条高速 而且呢 来我们那个高腰新钢线机场也都比较近 二十分钟就可以去到我们那个新钢线机场了 所以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我们讲过的朋友 过来这边的话呢 只需要八十分钟 在19年已经开通了 香港九龙到我们绍兴的一个高铁 全程八十分钟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项目了 而在我们这个项目去到我们高铁站的话呢 只需要八分钟的一个路程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高铁站这边 全程的话呢是非常之方便的 交通路网是非常之发达的 再看回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是我们曼达轻心打造的一个头号项目 那你讲的话呢 亦都吸引了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个游客 包括我们本地的游客来这边 无论旅游投资自住 都是非常之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整个项目的话呢 文女项目的话呢 在全国刚刚说了 开发了二十多座项目 那如果你说的话 一个文女对我们城市的一个发展 大动是非常之大的一个大动的 再讲回我们广州荣创文女城 亦都是我们曼达规划建设的 那文女城那边的话呢 他当时14年开工 19年开业的话 当时房价由9500方 已经去到现在2万5 甚至破3万的一个房价的了 那再看回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一个这么大型的项目 未来的话也都为我们当地 邵兴提送过万个就业崗位 亦都吸引不少的人流来这边消费 那所以的话呢 在这边投资自住呢 都是非常之不错的一个选择 再看回我们邵兴 因为我们的项目是位于 邵兴市的一个顶湖区 亦都是以后发展了一个新的方向 那我们邵兴作为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发展城市之一 那也都来说的话 我们邵兴的一个土地开发资源 亦都是非常之丰富的 我们的土地资源 那来说的话 而且我们这边也是价格一个蛙地 那我们几千元 现在来说的话 只是一个破万的一个房价 所以珠三角周边的城市的话 现在十几万的一个楼价 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升值空间也是非常之大 而且的话 在我们邵兴这边的话 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是非常之 政策是非常之利好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不限购 不限购 所以是非常之让利的 政策是非常之好 对我们投资买房的客户 是非常之好的一个 一个政策 下面的话 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整体项目的一个规划 首先的话 看回我们项目的一个地理位置 大家都知道我们少庆 鼎湖山 是我们一个少庆 一个旅游名片 这是一个5A风景区 除了鼎湖山 我们还有七星牙 我们是share 5A的旅游景点 我们项目的话 来鼎湖山是非常之近的 大概是两三公里 就已经去到鼎湖山这边 可以吸收我们的负利子含量 而且鼎湖这边的话 在19年的话 18年的话 已经是被誉为 中国鼎湖世界长寿之乡 一个称号 非常之好 所以我们项目 为什么选择在鼎湖这个片区 去建造大型文女项目呢 首先我们丰富一个旅游 并且我们有深厚文化抵运 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打造 我们大型文女项目 我们整个项目具有三大特点 我们董事长都来这边考察过 并且指出 首先我们有一个高山滑雪场 做一条八公里的 崩岗水景大 并且有星辑酒店群 这些规划的 无论在创意理念和规划 我们这些都是世界首次 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的 可以这么说 我们整个项目都是不可复制的 我们也不会复制其他城市的项目 其他城市也不可以复制我们这个项目 可以这么说 成为我们中国不可复制的头号项目 并且我们整个项目定位为世界级度假目的地 非常之美的一个位置 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地理位置 首先顶湖山这边是我们项目的一个北边 南边就是高腰的一个南鶴山 西边就是凌阳山 东边就是燕州岛 整个项目的话 三高一低 形成一个最保盆 就是一个风水格局 地理位置是相当有优势的 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 我们现时站在那个位置 展示中心就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到了 我们展示中心 这个非常之有特色的建筑 因为河花是我们少庆市一个市花 我们展示中心占地是五千平方 而且是由世界顶级大师轻心打造的 成为我们少庆古今一体一个城市特色建筑 整体来说 以后我们这个展示中心 亦都会保留 作为我们一个特色建筑 左手边看过去就是顶湖山站 顶湖山站 轻轨站 我们项目来轻轨站 是非常之近的一个距离 可以这么说我们的TLB 一个核心地块 而且再往东边走 往这个位置往东边走 就去我们那个高铁了 刚才我和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高铁 由我们这个项目去高铁站 只需要8分钟时间 就直线去到我们的高铁站 而在高铁我们19年已经开通了 兆庆到香港九龙的高铁站 全程8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香港九龙这边 所以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 也都不需要转线 非常之方便的 再说回我们整个项目的话 我们是有十二大一个文女规划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体一个规划 首先我们是有室内乐园 有室外水上乐园 还有温泉酒店困 大型的演艺剧场 大型的会议中心 并且我们的项目 利用这么漂亮的生态环境 里面这边的话也会有 规划一条8公里的奔江水景带 到时在这边设计一系列的游船线路 并且这条西江是我们的母春河 这边也会设计一系列的游船线路 可以串联到我们整个顶湖和端州 所有的旅游景点 这边的话也会设计横跨西江600米的玻璃浪桥 这边有高空秋千纳 崩极 另外我们也有我们的商业中心 除了在这边玩居住之外 也可以在这边Shot Shopping 非常之好 下面为大家细化一下我们的一个项目的具体证识 大家都知道了 应该都看到我们10号已经开放了我们的展示中心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边是一个滑雪场的 大型的滑雪场 这个滑雪场是大家傾心向往的 我们的滑雪场的话 是依照凌阳山衣山意见的 亦都是世界首创的一个山体滑雪场 在全国所有的室内滑雪场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滑雪场是规模最大 体验感最强的一个身体滑雪场 我们的雪度落差是达到200米的 最长是一公里 这些数据的话都是世界第一个数据 而且我们是有分初级中级高级和专业采道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滑雪外耗 或者在这里滑雪的 并且在顶部我们也设计山顶特色餐厅的 在上面用餐的话可以感受我们的高科技 智能化的一个展示 并且也可以欣赏我们周边凌阳山美丽的风景区 就说回这个滑雪场 我们应该有朋友都去过广州融创那边都玩过 里面有一个室内滑雪场的 它那个也是我们的万达规划建设的 它的滑雪场的话它的落差是66米 广州融创室内滑雪场 66米 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室内滑雪场 在19年开业的期间半年的时间 已经吸引旅客量达到55万人次 看回我们是200米一个落差 和66米对比我们是它的几倍的一个体量 所以我们的未来的吸客量的话 可以这么说在全国室内滑雪场 我们未来的吸客量将会是最大的一个项目 并且我们在底部的话也会设计冰乐园 到时会有冰上加年华 冰舞 冰球等等一些表演项目 它除了玩之外的话 也都可以看下冰舞表演 也都可以体验下冰球等等一些项目 另外几大乐园的话 就分别分布在我们这条特色小镇上面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这条特色小镇的话 建筑是非常之有特色的 因为我们绍兴是广府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我们这条特色小镇的话 是融入我们广府文化 并且加入潮流建筑的一个特色建筑 去打造的这条特色小镇 整条特色小镇的话 我们是佔地是330畝 长是1.8公里 一边连接我们的滑雪乐园 另外一边连接我们的水乐园 双向拉动我们的人流 是非常之有连贯性的 除了刚才讲到我们的滑雪乐园和冰乐园 我们这边的话 在小镇上面 我们也会设计有体育乐园 体育乐园我们会有一些冒险世界 大冲关 激情赛道等等的项目 游玩起身是非常刺激 比较适合年轻人玩的 这边的话再过这边 就会有一个射击乐园 射击乐园的话 我们会有射击 军事素质培训 国防教育为一体等等的节目 这边的话我们会有儿童乐园 儿童乐园的话 我们会有创新一些儿童游乐设施 军事素质培训 科技展示等等的教育 令到小朋友玩之外 也都可以学到我们一些科学知识 另外的话 我们这边也都有一个雨林乐园 这个雨林乐园的话 我们会有些神奇探险 动物互动 主题演艺相融合 也都适合一家大小 亲子打卡的一个欢乐天地 这几大乐园的话 都分别分布在我们的特色小镇上面 除了这个特色乐园之外 我们也都有五大广场 比如说我们有端州广场 诗王广场 广府广场 七星广场 还有鼎湖广场 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特色广场在里面 另外的话 除了我们的乐园之外 我们也都有五大文化馆 比如有浴气馆 我们少庆这边的四座浴气是非常出名的 浴气馆 南若馆 端宴馆 港府文化馆 还有我们的名人馆 少庆一些名人展示 都会在里面 包括我们 比如说包拯 等等一些名人都会在里面 包括我们的端宴 我们少庆 端宴历史文化是非常之悠久的 一些端宴的展示 从切角到我们的成形 等等一些展示 都在我们的特色小镇上面 所以我们整条小镇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一个旅游客 在里面玩 包括有小朋友的 老人家的 年轻人玩的 都有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 可以在里面玩的 而且整条特色小镇 我们都是采取智能化一个管理的 我们智能化的话 是令到我们的游客更加安全和舒适 游玩起身 下面等下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些展示 等下会和大家介绍在那边的 这个都是我们室内的一些游玩项目 这个室内的话 就不受天气影响的 一年四季都可以在里面玩 翻风落雨 比如现在三四月份 雨季天气 下雨 我们都不受影响 因为这些是室内的 所以游玩起身是非常舒适 那么多个项目 都可以玩上三到五天 这些是室内的 除了我们室内乐园 我们还有室内水上乐园 这个室内水上乐园 和我们那个潘月长龙的水上乐园 差不多大的 我们这里占地是370畝 我们里面设置有一些大型的水寨 巨浪湾 漂流河 水池过山车 旋风大浪板 巨网滑道 水上4D电影院等等的一些项目 其他大湾区 包括潘月长龙 他们的水上乐园 都是10年前的设施设备 比如 潘月 它是07年开放的 到现在已经有14年的历史 当时17年 旅客量是超过200万人次 你来说的吸客量是非常之大 但是大湾区的水落园 包括潘月的水落园 其他水落园 他们的设施都是比较旧的 都是10年前的设施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是引证最新的一些水上设施 将会做大湾区 设施最先阵的水上乐园 所以未来来说的吸客量 都是非常之大 因为除了我们的水落园之外 我们也有我们的特色小镇 还有我们的滑雪落园 滑冰落园等等 一些那么多的项目在里面 所以未来来说的话 我们这边的人流量是非常之大的 玩了那么多的话 那么多项目 可以玩上三到五天 甚至一个星期 需要找地方休息 再看回这边 我们这边的话 也规划有大规模的 一个温泉酒店群 这边的话 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个酒店档次 有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六星级酒店共四座 六星级酒店 左右两边 就是我们的独栋 客房和总统套房 另外的话 除了解决居住之外 我们这边也会设计 温泉SPA中心 地上面积是达到8000平方 所以来说的话 令到我们的游客 在游玩之中 也可以达到一个信心 一个放松 另外的话 在我们的酒店后面 也会规划大型一个演艺剧场 这个演艺剧场 也是由世界顶级大师 轻心打造的一台舞台秀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武汉中央文化区那边 也是一台汉秀 是比较出名的 也是我们曼达和佛兰克集团 注资25亿去打造的一个世界级舞台秀 现在是非常出名的 我们这边的话 也会打造一台比汉秀更加出色的 作为我们一个駐场的演艺秀 也会融入我们的广府文化 将我们的哨庆演技水平提升至国际一流水平 另外的话 在我们的会议中心 不远处的话 也会规划大型的会议中心 里面设置有多会议客厅 其中最大的会议厅 会有3000平方 同时可以用到5000人在里面开会 而且我们里面用到的设施设备 都是非常先陈的 是采用华为最新的一个沉浸式的指针产品 全方卫星位同胀 所以可以翻译各个国家的语言 可以对会议作一个实事记录 所以的话 我们的会议厅也比较适合高端的会议 大大小小会议厅也比较多 以后肖庆有重要的时事会议 经贸会议 或者交流等等 都可以在我们的会议厅 会议中心里面举办 另外的话 刚刚讲到 这一条就是西江河 西江河是我们绍兴的一条母亲河 西江河 所以的话 我们利用这么漂亮的一个生态环境 在我们项目的度假区里面 这边的话 到时也会有一条8公里的奔江水景大厦 到时的话 在这边会设计一系列的游船线路 可以由那个下湾水库 可以直接游船去到顶湖山那边 并且的话 沿着这条西江河路 可以串联到 燕州岛 顶湖燕州岛 凌阳山 紫云谷 并且端州那边 所以的话 除了岸上 水上我们都有不少的一个旅游项目 非常之好玩的 除此之外的话 在我们凌阳山这边 到时这边也会设置有一条 横跨西江的600米玻璃桥 这边到时会有高空抽签 崩极等等这些比较有挑战性的项目 这些也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 挑战极限的一个心理 高空抽签崩极 在我们少庆这边周边 都是没有这些项目的 相信以后都会成为网红的 打卡地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的项目也会吸引 刚刚说的 那么多项目也会吸引 全国各地的旅游 来说的话 可能很多游客都会考虑 在这边玩完 会逛街买一下东西 可以来我们这边的万达广场 在全国我们已经开发了 有300多座万达广场 每座万达广场 都是城市一个中心的位置 未来一个中心 无论在城市一个中心 或者新开发的一些区域 我们都会成为城市一个中心 来说的话 我们这个万达广场 今年11月份 就会开业 所以来说的话 我们配套先上 是非常之好的一个政策 今年11月份就开业 并且的话 对面我们也会规划 有大型的奥特莱斯品牌折扣店 大型的运动装备店 将会打造大湾区新的商业中心 以后除了游玩 也可以来这边 逛街买卖东西 带客特产回去 是非常之捨异的 另外的话 我们在度假区 下边 利用这么漂亮的生态环境 沿着度假区周边 也规划22公里 还度假区的一条塑胶跑道 旗行道 凌阳山这边规划 有30公里的环山跑道 将会为我们的广大游客和市民 打造非常健康的一个 运动休闲空间 所以来说的话 我们整个项目建成之后 将会极大提升了我们 来兆庆一个城市发展 带到我们兆庆整体一个经济 一个文类的诞生的话 将会改变我们整座城市 一个发展面貌 以往来说 可能来到我们兆庆这边 可能就会去看看 玩一下鼎湖山 七星岩 可能玩上半天 甚至一天 可能就回去 可能就不会逗留太长的时间 但来到我们这个曼达 国家度假区的话 那么多个项目 可以幻想三到五天 甚至一个礼拜 非常之捨意的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这里是非常之集中 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核雪场 也是我们一大两点 我看我们这边的广告 我们也会说到 我们兆庆的话 八年是无处的 可以这么说 我们曼达 攜雪而来 而且是打造一个世界 级度假目的地 也是大湾区一个文类封面 再看左手这边 现在目前来说 可能科技 你就会看深圳这边 湾区 现在商贸 可能会看广州 产业 目前佛山 可能是比较 右边一点点 以后我们的冰雪 就会看绍兴 文旅 就会看绍兴这边 所以一个这么大型的项目 对我们少庆这个城市发展经济 是非常之有利的 我们首推一个位置 住宅 就会在这个位置 是准备开门 就是我们的九号地块 这个九号地块 我们选址位置是非常之好 首推的位置是非常之靓的 大家看到了 左手边就是我们的滑雪场的位置 对面就是曼达广场 曼达广场的话 我们商业会先上 11月份就开业了 我们首推的地块地理位置 是相当之有优势的 近华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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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就是来人市场 周边的话 就有小学 实验小学 顶湖实验 新的实验小学 市场 学校 商业配套 各方面都是齐全 交通也是非常之方便 我们旁边就是顶湖山站 轻轨站 以后除了坐高铁 坐轻轨站都可以快速来到我们这个项目 上高速的话 后面不便就是广阀少高速 有三条线都可以来到我们项目 又广阀少高速的话 下来我们的项目 只需要两公里到三公里 就已经到达我们这个项目了 所以交通是非常之方便 地理位置是相当之有优势 我们首推的位置 是非常之靓的一个位置 所以首推的话 是非常之值得价值 无论投资或者自住 都是非常之有价值的 等下的话 我们这个9号地块 会有详细的介绍 等下我们会将那个展示 会详细的规划和大家讲 首先大家刚刚讲到 我条特色小镇的话 我们会全智能化管理的 这边的话 有我们一些智能化的展示 可以大家过这边了解一下 先和大家讲了我们大沙盘那边 现在再看我们这个区位图 这里比较直观一点 看我们项目 兆庆万达国家度假区 就在这个位置 再看我们周边的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 有七条高速 两条高铁 一条轻轨的 来到我们项目是非常之方便的 首先去到我们香港这边 最方便的就是我们这条 兆庆东站到我们的香港西九龙站 全程只需要80分钟而已 而在兆庆东站来到我们项目的话 只需要8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 就直接走这条顶湖大道 可以来到我们这个项目 周边的交通的话 除了这个高铁之外 以后我们的交通网也都非常之方便的 因为这边的话也都规划 有一个珠三角书楼机场 现在是规划中的 以后的交通的话 七外也是非常之方便的 在我们项目 去到高邮这边的 珠三角书楼机场的话 这个新港线机场的话 只需要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你说的话交通网是非常之方便的 另外我们项目的话 距离广佛少高速 周边高速也都是比较多的 七条高速 可以到达我们这条项目 广佛少高速 珠三角环线高速 还有广坤高速 来到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来高速的七日口 只需要两公里到三公里一个路程 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 再看回刚刚说到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周边的一个配套也是非常之齐全的 首先我们对面 曼达广场也是我们 兆庆曼达国家度假区的商业配套之一 我们对面就是曼达广场 曼达广场就是我们附近的 另外的话 我们无论学校 银行 医院都在我们周边的 包括鼎湖第一实验学校 就在我们项目隔离的 是比较近的 并且我们小区的话 自身是有幼儿园 从幼儿园到小学 中学 高中等等 都在我们项目的周边 对面的话 也都会有来恩市场等等 一些生活配套在对面 另外的话 还有银行 四大银行都在我们项目周边 还有我们的鼎湖三站 刚刚留下了 鼎湖三站 令我们项目都是比较近的 可以这么说我们的TLD 核心地块 鼎湖三站 因为整个鼎湖站 鼎湖的话 目前是只有两个站 一个鼎湖三站 还有一个是鼎湖 鼎湖站那边 就是在高铁那边一个站 我们整个鼎湖 是唯一一个站 在我们项目的位置 所以我们项目的地理位置 是相当之有优势的 将会来说 无论投资或者自住 都是非常之有利的 所以说 新政实现了大湾区一小时 一个经济生活圈 未来的发展 非常之好的一个发展 Hello 大家好 好 照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沙盘的一个情况 首先刚才说到 我们这条特色小镇 这边就是滑雪场的位置 这条是特色小镇 我们的项目就是 我们的特色小镇对面这边 九号地块 刚刚我在大的沙盘 指给大家看的 九号地块 这条中间的话 我们的民旅 特色小镇和我们的住宅之间 我们是隔着一条 8公里的水径大 到时在这边 你会设计一系列的游船线路 所以来说 是非常之美的一个位置 我们整块九号地块 占地的话 就是270毫 总规划是27栋 总体规划是27栋 我们首推的话 就规划大约是8栋 具体的位置的话 等下跟大家讲一下 这边的话 我们整体的大门口 可以过这边看看 大门口 位置是非常之豪派的 我们大门口 我们设计在我们的燕缸 东边的燕缸 燕缸三陆 这边 东边 我们大门口 是非常之大的一个面积段 所以这边会设计 一个大型的广场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漫长跳舞 肩下身 我们花费设计的面积段 都是比较大 我们首推这个项目 就叫做 曼达西江府 曼达西江府 你讲的话 位置是非常之好的 我们面积段的话 70到148方都有 2房 3房 4房 5房都有 我们佔地 刚刚讲了 270帽 27栋 最矮25层 最高的话 就去到32层 2梯4户 2梯5户都有 2梯5户都有 我们首推 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规划 里面做规划 比较齐全一些配套 包括我们有 500方的一个游泳池 还有我们的一个健身配套 健康跑道 包括有我们的一个小朋友移动设施 还有运动配套 等等 并且我们少区也都配有幼儿园的 所以配套是非常之齐全的 另外的话 我们整体来说 刚刚讲了面积段 70到148方 我们首推 计划 就是3 3栋 4栋 7栋 8栋 11 12 13 14 这几栋 计划是首推1100多套房 有可能会有稍微调整一下 到时具体会再去公布 有可能我们会3、4栋 先推其中一栋 接着的话 我们会先推5栋 5栋 5栋 和9栋 保障力 接着7、8栋 其中一栋 最终我们 因为这个沙盘可能到时会有调整 因为我们这里做得比较早一点 没有定好 所以先放出来 但是我们首推的货量 是有一定货量的 但是我们首推肯定会爆 所以首先下手的话 就先下手为强了 这边的话 就是两梯4栋 两梯4栋 三、四栋 七、八栋 都是两梯4栋 11、12、13、14 这里是两梯5栋 这边的话 你看我们的模型 向着花园 这两栋 就是97栋 三栋 向外面 西江 可以看到西江的景观 这个是148栋 148栋 四栋 四栋 都是非常漂亮 望西江景的 四栋这边 都是128栋 望西江 四栋 非常漂亮 然后七栋 八栋这边 都是128栋 128栋 向外面 就是97栋 三栋 就是两个面积段 另外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我们是三个面积段 70栋 以及86栋 70栋 向外面 这个是70栋 70栋 两栋 投资自住 都非常OK 养老 在这边 70栋 两栋 接着这边 就是86栋 86栋 三栋 这个位置 97栋 当然7栋 这个横厅 都是非常正的 特别我们港澳同胞的客户 都是很喜欢这个横厅 横厅设计 这个97栋 97栋 也可以 可以 芒花圆 可以 这个7栋 整体来说 我们户型设计 都非常方正 整个项目 位置非常好 这边 就近滑雪场 这个位置 刚刚说了 对面 这条路 天后路 我们旁边那条 天后路 出去就是顶目大道 对面就是万达广场 是购物各方面 购物各方面 都非常接近 一个马路就是 生活上是非常方便 并且我们也有底箱 下面我们以后也会推出 一系列的商铺 以后也会认证新鲜超市等等 一些生活配套会在我们这边 所以来说 生活是非常方便 我们这边 后面 户型的话 我们这边有 首先 看回我们 由小到大 一个面积段 70方 建筑面积70方 70方 我们可以设计量房设计 这边在阳台设计 你可以做房 面积的话 只需要计算一半面积 对于我们购买者来说 非常滑算 入门口就在这个位置 入门口 跟着就 饭厅客厅 一字厅设计 树厅设计 是很实用的 连贯一起 震衍的奢华 入到客户 你自己回到家 你都不感觉到 是两房的一个设计 是比较阔落的 跟着呢 羊台又向外面试 那么 70方的户型的话 我们是 因为它向外面积的 所以是封闭式羊台 也都保护了我们 里面居住的一个舒适度 两房设计 两房 两厅 随房 这边是随房 下一个L型的厨房 也都是比较好用 随房出去还有生活羊台 面积小 但是我们功能齐全 又有生活羊台 还有客厅的主羊台 下一个户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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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86方 86方我们都可以做到小三房的了 无论投资或者自住的成本不高 面积不大 但总价低 和70方都是 可以做到三个房设计 这是入门口 饭厅客厅 一二三 三个房 可以设计三个房 其中一个房 也只需要计算一半面积 因为它是一个阳光房 阳台 就可以将它造成房 所以对于我们购买者来说 是非常划算的 随房 这个公共卫生监 而且它的走道 不会设计很长的走道 是没有浪费 没有什么浪费 所以这个户型是非常方正实用的 这个86方 OK 如果是喜欢大一点户型 喜欢舒适一点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128方 128方的话 我们设计是四房 首先这里是入门口 入门口左手边 就是公共卫生间 跟着 还有我们的客厅 饭厅 锤房 一体化 幼形的锤房 是非常实用的 洗剪 厨 都是非常实用的 跟着 南北通 我们超阔的一个阳台 设计 和我们的客房 连在一起的 这个阳台 一二三四四个房 设计 非常实用 方正实用 前后也有阳台设计 南北不对楼 非常实用 很方正的一个户型 这个户型 分布在我们的七八栋 那里 七八栋的位置 再看我们这个户型 这个户型 这个是97方 建筑面積97方 环厅设计 我们很多同胞 都非常喜欢这个户型 由入门口 这边入雷 它的厅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是毫无浪费 没有走到浪费 饭厅客厅 连一起 而且是超阔一个阳台 左手边就是我们的锤房设计 主菜就可以出来吃饭 在这边生活是非常之便利的 那我们规划 九十七方 建筑面積97方 已经有三房设计的了 这个是主人房 主人房 这个是我们的客房 三房 两厅 两个维生间设计 布局是非常之合理 是没有浪费的 没有走道浪费的这个户型 并且的话 我们也是有一个生活阳台 商阳台设计 设计是非常之合理 所有飘窗的话 我们都是不计算面积的 所以每间房 我们都会设计有一个飘窗 飘窗的话 我们利用空间非常之好 以后的话 生活也都非常之便利 放下东西 做下书桌 坐下 喝下红酒 这些都可以坐在飘窗 欣赏一下楼下的一个风景 非常之美的 我们的智能体验馆 有我们这边 是高深核雪场的一个模拟体验区 刚刚说到的了 我们那个核雪场的话 是200米 一公里的 是世界第一个数据 所以的话 到时在我们的核雪场边 也会设置有一个核雪体验区 你可以首先体验核雪的乐趣 然后再去核雪 是非常之有乐趣的 你觉得好玩 再去玩 另外这边就是我们的智慧小镇 全智能化管理的 是否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智能化 特色小镇一个智能展示 首先我们整条智能小镇的话 全幅是不追网络的 这里是核雪场 这里是我们智能化小镇 这边的话是8公里水景大 会设计一系列游船路 我们的游客的话是这里 游船的话 也会看到我们小镇一个美丽景观 这边就是西江河 是我们武春河 整条线都是旅游风景区来的 来到这边游玩的话 是全幅是不追网络的 所以手机信号都会非常之好 另外的话 我们是有个客流彩集点的 每一个场馆的话 我们都会有一个客流统计的 会实试监测 我们每个场馆的一个客流人流数 譬如说里面的场馆 它设定是300人的 如果超过300人的话 就会达到自动警报 将多余的人流 会分散到另外一个场馆里面 可以实试 提升我们游玩的一些品质 和舒适度 另外有我们的智慧停车 相信大家去过大大小小的旅游区 去游玩的话 都会知道 找车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们这个智慧停车的话 是非常之方便 我们游客的 可以用手机APP 可以提前预约你想停的一个车位 譬如说我想停在端宴馆或者体育馆 我可以预约那里的车位 来到停车场 就跟着导航 可以直接去到你想停的车位 所以是非常之方便 也会减少我们游客的时间和涌距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智慧监控 智慧监控 首先我们是有人面測温摄像头 特别现在在疫情期间 都是非常之有好处的 可以实试监测我们小镇 每个人员的一个体温 如果当发现有人发烧的情况下 我们的摄像就会报警 就会通知我们的人员 并且我们的一个安防系统 是连接我们的公安系统 连接我们的公安系统 当发现有小朋友走失了 或者有老人家不见了 我们这个会有一个人面识别系统 是非常之道位的 可以锁定它的一个位置 可以马上进行一个特殊的处理 另外还有一个智慧陈根 首先我们是上空会有一台不追无人机 在上空24小时会陈诺我们整条小镇 当出现有可疑人物的时候 这台无人机的话 就会锁定它可以人物的一个位置 会陈下一个报警处理的 会监控到我们整个小镇的安全 另外我们还有智慧陈根 还有我们陈诺车在我们的小镇 来来回回陈诺 监测我们整个小镇的实施安全 并且通过5J云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陈诺车实施陈诺的位置 对我们小镇是一定的安全监控的 另外刚刚说到我们是一个旅游城市 并且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鼎湖这边 亦都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 因为周边的环境都是非常好的生态环境 我们这边也是为每个场馆 亦都会设置是非常好的环境监测点 亦都会设置 可以保证到我们在每个场馆室内的湿度 旅游区周边环境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天气季节 和用电的时间 会对我们的设备 因为我们设备比较多 会对我们的设备 会镇下一个节能减排和绿色环保 另外这边设备管理 因为我们整条小镇都是智能化管理 用最新的5J技术 所以当出现我们的设备故障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最新的5J云计算 会马上镇下一个智能排查 马上可以监察到故障的情况 另外我们还有一台5J摆导车 我们摆导车在我们的小镇内内 会接送我们的游客 并且我们的游客 可以通过手机APP 可以看到车上的座位 和下一个站到站的时间 因为我们整条小镇的话 1.8公里 有时候游玩起身 可以坐这台摆导车 来来回回游玩 以上就是我们整条小镇的智能化管理 游玩起身会更加安全和舒适 下一部分就是我们这边 不喜欢赛事直播 我们曼达自身的体育资源 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们亦都为少庆 带来每年六到八项 可以用一个国际赛事 例如说 体操世界杯挑战赛 摩托车与野赛等等 一些赛事 这些5J直播 亦都方便我们的游客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观看这些比赛 可以通过5J直播去观看 各个角度去观看这一场表演 比如说我想看观众视角 表演者 360度 在不同角度都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就是多角度去观看 我们一个表演的 比如说这一场歌手表演 歌手的一个视角 观众视角 吉他者的视角 不同角度的视角 去表演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VR技术 利用我们的VR技术 比如说你没有空 去参加这场赛事的话 可以通过手机 连接我们的VR 连接到电视那边 戴上VR眼镜 可以就有亲临现场的感觉 非常之好的一个体验 就好像你在现场看比赛 如果你觉得这场比赛很精彩 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 一起在线上去看 戴VR眼镜一起去看 你觉得这场表演是比较精彩的 可以挥动你的螢光棒 大家一起观看这些比赛 以上就是我们五追赛事直播的一些 简单介绍 Hello 大家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山顶特色餐厅 这个特色餐厅 就是我们滑雪场的顶部 凌阳山上面去建的 我们的滑雪场刚刚说 我们的落差是200米 所以可以看到周边的景观 上面我们的特色餐厅 亦都融入我们的高科技 在上面用餐是非常之写意的 左手边就是我们凌阳山的一个十泊景观 右边就是我们高山滑雪场的一个无热场景 对面就是我们顶湖山的一些生态环境 所以我们有特定的场景 而且我们的场景的话 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天气 会有不同的变化 亦都有一定的一个动态出现 比如翻风、下雨等等 一些展示都会在我们那里展示出来的 马上就会准备下雨的一个状态了 马上就会准备下雨的一个状态了 还有我们一些动态动画出现的 是不是很有特色呢 小朋友很喜欢的 就是小熊 堆雪潮 论场仪的雪胶 做一道美食的 在上面用餐的话 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些高科技展示 非常之好的一个感受 可以此时此刻的话 可能你就会放下手机 就不会说整天看着台手机 可以慢慢放松你的心情 在上面用餐的了 好 这个美食就差不多做好了 再展示下其他的动态 这个是我们的智能互动主题 而且是可以互动的 在上面用餐的话可以玩 可以感受我们一些科技带来的魅力 每个场景的话 我们的动态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星宫之迷 有我们周边的生肖等等 画一身的话很好玩 再换个主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海 深海冰川 因为海的话自然有水 画一画就有很多水泡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很好玩 还有些沙鱼 沙鱼在桌上游过来 再换一个主题 这个就是竹林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廣岭那边的竹是比较出名的 我们会用不同的特色 再换个主题 神秘森林 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画一画就会有很多花 左手边看过去的华兰虎 非常逼真 对面是一只孔雀 最后一个主题 这个是鱼色河图 鱼色河图 鱼色河图的话 你画到这双花 它就会转 比较捨义 再换个主题 世外桃园 还有我们的雪景 不过春雪 还有最后一个主题 不散现值 暂时就展示这么多主题 因为后期的话 我们会用更多主题 在上面用餐的话 不同的房间 会有不同的特色主题餐厅 以后的话 在玩圆滑雪 滑冰等等 这些项目可以在上面用餐 以后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吸引的 是 强哥 刚才跟你介绍了我们整个项目 由沙盘到我们的智能化展示 跟着到我们的小沙盘 整个今年首推的住宅的一些规划 觉得怎么样 非常之美 很心动 是吧 第一个呢 这个是高辅来自一个度假区 而且它重要是我们鼎毛山 和七星岩 打码来两个商五色级的景区 也是我们居住投资和度假的一个最优的选择 是呀 有没有心动买一套呢 我回家和同屋主商量 是吗 要拘捕一些司机出来 是呀 是呀 我们整个项目的话 因为我们曼达现在 轻心打造的一项目 就是集合了我们曼达所有资源 品牌和我们一些创新优势在里面 所以你说的话 吸引的话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呢 我们整个项目呢 是世界级度假目的地 是的 所以是值得不错的一个选择 而且我们董事长都考察过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有三大特色 一个我们有世界首厂的山体滑雪场 是的 还有八公里景观 奔光水景大 还有我们的一个升级酒店群 所以来说的话 我们所有的一些规划 都是世界首次 而且创造了我们中国多个第一 这个项目的话也是不可复制的 因为融入了我们一个本土文化 广府文化打造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主题 整个文旅项目来说 我们万达开发二十多座文旅项目来说 我们这个项目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项目 所以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是的 我刚才说 完全可以做到你一小时的生活圈 高负离子的景区 是的 那个香港人上去买楼 其实都是常规的手续 是的 是的 常规的手续 好了 今天也谢谢你 辛苦了 不用客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大家来参观 留意我们的咨询电话 好的 拜拜 拜拜